传说在魔仙把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魔法王国一样美好 在那里充满色彩换了不少 将魔法才灵光 可是亚王国自民不再开怀 因为那黑洲魔王心肠很坏 告诉我怎么才能为你解除 那么久的伤害 可怕的梦中一直都在缠绕 我们千万别被击倒 我们的勇气不要被盗走 要抓索模仿世界那个秘密 还有如何破坚弱中 没人知道当我伤心 坏着星星不能回着魔 魔咒的线索 坚守黑色 拒绝一过 黑色追强 天天这么寒 也够无聊的了 黑色看多了还真有点闷啊 其实彩色也没错 你们敢跟大王说吗 你说谁不敢 你敢吗 我不敢 难道你敢 你们两个怕都是不敢吧 你说什么 烦死了 你们谁敢去 就去呀 去呀 你给我不去 你给我不去 干嘛我全都去 你去呀 我才不去呢 你去 天天这么喊一下 腰不酸腿不疼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对对对 所以说黑色才是真的好啊 谁跟我说彩色不错 我跟谁挤啊 开会 怎么一点吃的都没有 现在在开会 你以为在开派对啊 听着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 对对对 是如何让我们黑旧岛 迅速变得强大 黑乌乌 想到什么快说 吸取彩灵宝的色彩能量 转化成黑色能量 不就可以让我们的 黑色能量变强了吗 废话 难道我不知道吗 大王 我们已经不断派黑豆兵 去彩灵宝 偷取他们的色彩能量了 我知道 我最明白大王 大王是要我们迅速地把黑旧岛变得强大 说得好 就是吗 那有什么方法 暂时还没想到 大王快不来的 您也知道我们四个和黑豆兵 还有大王您自己 天生就对彩色过敏 不能长时间接触色彩能量 否则会被色彩能量融化的 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偷过来 区区几十个黑豆兵算什么 让他们全融掉好了 没有黑豆兵 难道让你和我去彩灵宝 偷色彩能量吗 这么说就是没有办法了 黑妈妈有话快说 别挨声叹气的 我是觉得我们真可怜 为什么天生就对彩色过敏呢 彩色过敏又怎样 反正黑色彩是无敌的 黑妈妈 你明知道大王才刚醒 就想着要如何让我们的黑色能量强大起来 你却还在这里问非所答 真是不知所谓 什么 我哪里说错了 黑妈妈 你要干什么 关我什么事 你说什么 你把傻拉泼到我脸上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还说不是故意的 上次来就觉得这里很漂亮 没想到这一次 这一次怎么了 更漂亮了 外伴 别再被那些色彩迷惑 继续前进 你们人类真是无拥无力 彩丽 你有心事吗 想不到 国王跟王后竟然都不知道你中了黑魔咒 变成了精灵了 我不想他们伤心 其实你中的是什么魔咒 我 我不知道 对不起 彩丽 我们刚成为魔仙 太兴奋了 所以才会忘记我们不是来玩的 对了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到你们呢 我觉得 应该尽快帮彩丽找出解除魔咒的方法 去哪儿找 这个 放心吧 一定有办法的 要是知道他是谁 也许就有答案了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黑道兵 黑道兵常常来捣乱 如果彩丽状的魔法跟他们有关 那会是怎样的魔法呢 还用说一定是邪恶的黑咒魔法 哈 那就从黑咒魔法开始找吧 黑咒魔法 对 有我这个人类世界公主和这两个好朋友在 一定可以找出解除黑咒魔法的办法的 一起努力吧 嗯 真的很谢谢你们 嗯 以我在人类世界看电影的经验 使用黑咒魔法的一定是坏人 根据我的推理 我们要先找出 啊 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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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图书馆里会有答案呢 你是谁 你跟我很熟吗 呃 我是精灵莉莉 这里谁不认识你啊 是你不认识我而已 我也不认识他们呀 呃 糟了 我要回图书馆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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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点都不像图书馆呢 这里真的是图书馆吗 怎么一本书都没有 谁说没有 原来这些原处就是书架 书本都在里面 你们都看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魔法图书馆 可是这么高 上面的书怎么拿下来呀 难道要我们飞上去拿吗 可我们还没学会飞行魔法呢 看来我没猜错 你们三个是人类 只有人类才会这么笨的 我们哪里笨 就算不懂飞行魔法 我们也能飞上去 你们人类真是自以为是啊 是真的 出来吧 蓝鸟号 这是人类世纪的魔法吗 蓝鸟你好像还没学过用魔法控制这东西啊 蓝鸟已经教过我了 蓝鸟小心啊 看我的吧 看我的吧 怎么回事 蓝鸟 卡来卡来 哇沙哇沙沙 蓝鸟 你没事吧 蓝鸟 没事 回头要好好练习才行啦 带瓜就是带瓜 谁说要回飞了 什么 魔法美食全书 哇 原来是这样啊 这就简单啦 看我的 彩琳堡的历史 你们在捣乱吗 你们到底想找什么书啊 不 我们是认真的 我们想找一些关于黑咒魔法的书 黑咒魔法 肯定没有 彩琳堡里怎么会有这种书呢 这里没人会学那种邪恶魔法 难道你们这些人类想学 不 不是这样的 芝芝 我们是想了解黑斗兵的魔法才来找相关资料的 你就帮帮我们吧 总之黑咒魔法肯定是没有的 你们不用找了 求求你 这是非常重要 让我们找一下吧 你们不信也没办法 那个红色的书架都是关于魔法的书 你们自己去看吧 谢谢你 我们也去帮忙 黑咒魔法 早说过没有了 真是的 不怪你们了 试试这个吧 邪恶魔法 我们去看吧 邪恶黑魔法 到底是什么 黑斗兵跟黑色有关的吗 试一下吧 黑魔咒 黑咒魔 黑探头 黑天鹅 黑黑咒语 没有用 有树飞出来了 真的吗 这都是些什么字呀 当然是我们魔仙的文字 难怪我们看不懂 我们懂嘛 魔仙最害怕的魔法 魔仙最害怕的魔法 有关系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 黑咒魔法不就是魔仙最害怕的魔法吗 巧琳 刚才你最后说了什么 咒语 再前一句 黑天鹅 不 是黑黑 黑黑咒语 对 黑黑咒语 以我的推理 彩力重的魔法跟黑色脱不了关系 搞不好真叫黑黑咒语呢 快看看 有没有一张是黑黑咒语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怎么伤成这样 有话就说 好吧 是巧琳他们几个真的好奇怪 就在刚才 我亲眼看见他们突然消失了 对呀 对呀 我们也看到了 消失了 就在后山那边 我看见他们掉进地洞后 就失踪了 石巧琳又失踪了 还有兰卉和阴小敏 这次三个一起失踪 真麻烦 可是 你们又去后山干什么 为什么受伤 肯定又干了什么好事吧 找到了 看 这里有一张叫黑黑咒语 快 快让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 怎么都变黑了 一定是黑豆冰干的 一定是黑豆冰干的 我闻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 大家小心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好 再换个地方 多吸点色彩能量 多吸点色彩能量 看我的 快跑 走 总算把他们给吓走了 恐怕还没有 你们又来偷色彩能量 巧琳 赶快变身吧 嗯 来来来来 能量 笑坏红色魔法 想我先变身 看我的 小心 不 我们也变身吧 嗯 不要 啊 啊 我 和我们先变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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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魔仙变身 太好了 大家都变身了 好兴奋 好兴奋 小心啊 看招 大家明白 不故事吧 好漂亮的魔法呀 这次多了两个魔仙呢 你们知道就好了 看我的 马拉拉能量 蓝红闪耀 色气质 色态攻击 盖道好 我的书啊 我有点事 先走了 总算赶走他们了 我可惨了 别怕 芝芝我们帮你收拾 糟了 刚才我们找到的那本书调到哪里去了 我们快找一找 墨水呢 没看到 你干嘛 你干嘛 带些纪念品回去 傻的 别理他 芝芝我们走 这些纪念品还是算了吧 等等我 谁把书丢在路上 不错 拿回去放到我的魔法精品店里吧 一定是他们把书拿走了 可要去哪儿找他们呢 一定还没走远 快追上去 我走不动了 你刚刚不是跑得最快吗 现在 现在又做什么 我的过敏症入法做了 你自己留下来吧 我们走 想走 不把东西留下 谁也不能走 有什么 不用客气了 我们就不留下来做客了 废话 把书留下来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要走了 别挡道 休想逃 你们要小心啊 今天到手的能量 全部送给他们算了 看招 快把他们送回人类世界 好走 好走 快来 快来 去入路上 你在干什么 是你说把他们送到人类世界的 哎呀 暴民 是把乔林他们送回去呀 我真的被人心死了 现在怎么办 糟了 黑豆兵到人类世界 不知道会盖出什么来 看来 我们要一起到人类世界对付他们了 就是这个洞 我看着他们掉下去 就不见了 难道这是异度空间 对呀对呀 不可能 你也掉下去了 怎么你没失踪 呃 这个 他们一定是跑掉了 你没发现而已 不可能 我的肚子很饿 回去了啊 我没有看错 算了 妈妈 我们还是回去吧 说不定他们已经回宿舍了 对呀 我们可能真的看错了 走吧走吧 别管我 你们走 别跟着我 绝对没有 我没有看错 这是什么地方 为了对付黑豆兵 魔仙和精灵们一起来到人类世界 然而大意的他们却被人类发现了行踪 黑豆兵闯入教室捣乱 眼看蛋糕就要遭殃 究竟魔仙们能否阻止黑豆兵 而他们的身份又会否暴露呢 可怕的魔仇一直都在缠绕 我们千万别被击倒 我们的勇气不要被盗走 要抓错魔法世界那个秘密 还有如何破坚薄中 还有如何破坚薄中 没人知道 当我相信 坏着星星 我们会照顾 她真爱 得什么 容器 补 这只älle 稍了 稍。